大家好,我是阿周 好久沒介紹美食了 隱藏版,在台南市 先少人會去吃 一般到台南都會吃牛肉湯 之類的 先少人知道台南這邊有一間 在安平這邊有一間 非常好吃的霸王豬腳 今天來享受美食 這邊是 那個華平路跟安平路交叉口 這邊有一間 很有名的 各位看一下招牌 霸王豬腳 那 弄得有點台灣傳統式的 一個餐館 我們就進去點了 霸王豬腳 非常非常好吃的 霸王豬腳 一份 就這個黑鵝丸子 一份是買最便宜的 因為來的時候 肉太晚是最便宜的 叫 豬腳 那 大概就這樣 OK 今天要來吃豬腳飯 大家會看一下 這個 豬腳 非常有名的一家飯 這是肉髒飯 就是他們的 豬腳 因為來的時間已經快一點 這樣沒有 那 這個 這個 真的好吃 在安平這邊 真的很好吃 有機會要來 吃 吃一下 油豆 這是 油豆 偏偏的 女豬腳跟我說 很燙 我想 吃 會覺得排飯不夠 它裡面還有 它裡面還有 還有這個 筍桿 筍桿 這個筍桿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油豆 油豆 當然這個 滷蛋 不要說過 它有滷丸子 真的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謝謝 我們那個 豬蹄的部分 部分 有滷蛋 有丸子 有豆 水吃 還有那個 豬蹄啊 白飯 那個 肉燥飯 這樣一份才 120塊錢 非常的划算 幸福台南 幸福台南 兩個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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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家的東西 一陣子沒來吃 會想吃 東西都是油而不膩 現在已經一點多了 本來是蠻多的 而且他們這邊的服務人員啊 態度很好 你如果點東西不知道跟他講 都跟你講 很親切 好的 吃完了 現在呢 基本上已經吃完了 齁 那 那個 給各位看我們吃的多乾淨 夠乾淨了吧 這是 霸王豬腳 看到了吧 那給各位看一下他們的建物表 嗯 可能不清楚 我等會拍照 小心 這是建物表 最主要是 腿褲 中段 還有 那個 腳蹄的部分 謝謝 好吃 謝謝 真的很好吃 吃完出來 在裡面 在錄製的過程 不敢太大聲 這個就是 霸王豬腳 這個就是霸王豬腳 給各位看一下 好的 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記得關注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見